一名男子摇摇晃晃拿起手机自拍录影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 发现有人站在中间 赶紧放慢车速 但男子却二话不说 直接用脚踩在引擎盖上 车主按喇叭要他离开 但他就是不肯 听见喇叭声 男子更是直接砸坏对方挡风玻璃 车子损毁严重 而他还一边将影片放上现实动态 要人不看见也难 事情发生在新竹市北区 9号上午10点多 一名男子喝醉酒 不管朋友怎么拉 他就是想走到马路上 路上的车辆纷纷闪避 而他就大喇喇地站在电信业者的工程车前 甚至一屁股坐在引擎盖上自拍 让车上驾驶好错愕 回到现场 路上车辆不少 男子喝醉酒做出危险举动 甚至蓝车破坏对方挡风玻璃 夸张行径遭到警方当场压制 因喝醉酒 导致有这些脱续行为 甚至还回损其他车辆 让我们也当场逮捕这名男子 下了警车 男子还没酒醒 还要两名远景搀扶才勉强能走 马路上大失控 酒醒后恐怕后悔莫及 TVBS新闻 陈世民 乔伟刚 新竹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